第四節 升旗易得道 這節也要說一些經濟多一點的東西 因為現在我們的節目 重點放在經濟上 其實我們已經兩節都說了經濟 今天是 特別一點 因為 過去我們也知道 我們說政治 聽眾也不喜歡聽 我們也盡量說笑一點 不過 大家都記得 幫我們按廣告 看廣告 記得按讚和分享 我們真的不聽 那節都沒辦法逼不了你 希望你也幫我們按廣告 按讚給我們 在Youtube的影片 就按讚 其他節數的影片 或者在Youtube的影片 對我來說也很有幫助 沒錯 最近我們入了票 去抽那個 差不多賣光了 這個也是關於李嘉誠的 因為 第一 頭幾期都是心亡神異的李嘉誠 投了 這個叫日出康城 這個康城 就是 位於張歸澳對填區 所以當時 有人說經過這個地方 會聞到一陣陣的垃圾 但是李嘉誠當然是出來說 這是心亡神異 這個地方 好地方 他心亡神異也成為經典 剛才說起李嘉誠 我們還要說了一件事 他就在記者會上 就說 如果你的女朋友 因為你 買不起樓 就不跟你結婚 那這些女朋友呢 我想告訴你 你叫他 趁年輕就找過另外一個了 當然 他這句說話呢 可以兩方面看的 我們也從李先生的 角度去解釋 不肯跟你捱窮的女朋友 要不要也罷了 這個是最正常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香港很多女孩子 就不像李先生說得那麼 屎賄的 亦有很多 願意跟這個男朋友一起捱的 供一份婆婆一份 當然 當你發了大的時候 你就可以照顧一些 不肯跟那些窮男朋友一起捱的女朋友 很容易而已 你有了錢就可以照顧了 我們剛才 說起李嘉誠 當然不能夠單方面讚他 說回他這個 人生的第二 不能夠說惡行的男人也是如此 1990年1月1日 是李嘉誠的人生的 第二春 他認為他人生 第二個高峰 為甚麼呢 男人三大樂事 發達 死老婆娶妾事 他90年已經發達很久了 七幾年開始發達 八幾年 九零年 一路都發達 一路都是香港的首富 到了90年 他老婆就自殺 當然他們長江出來說 當然是否認自殺 心臟病發 據外面的消息就說 截聽到那些電台 救護車的人 就說他應該是服用過量藥物 吃多了藥而已 因為甚麼事呢 就是他原來 他差不多接近九十年代尾 搬出深水灣大宅 搬到玉和道 有很長時間 他兒子 在他的玉和道 早上陪他媽媽吃完早餐才上班 可能 他媽媽不開心啦 大家也知道李嘉誠在外面有很多女人 你說沒有 當然是騙人啦 男人發達有錢 怎會沒有女人呢 大把女人呢 他老婆在那一年自殺身亡 所以他就形成了男人的第二樂事 死老婆 有人說兒子比較反叛 是否因為這樣而起呢 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大兒子規行不舉報 兒子可能跟他的性格不相似 所以算是一種報復的心態 有可能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即使到了首富 也要處理一些兒女的問題 這些不是錢解決得到嗎 他也不肯承認你 可以這麼說 原來七八十年代 莊月明 在場實裏面是舉足輕重的地位 因為他又精通英文和日文 他是六一年港大畢業 你想想 當時的中學生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能夠讀到中學 何況大學畢業還是港大畢業 當時 好像中大也未起 六一年 只有港大 這些是不是林鄭最喜歡的精英 她的精英絕對是林鄭的高級 因為六一年的港大當然不是那麼容易入 當然是精英中的精英才能入到 而且 懂得很流利的英文和日文 這件事對於李嘉誠的生意當然是很大幫助 李嘉誠就是做塑膠發達 做塑膠發 然後才做製衣 好像沒有製衣 只做抄膠 長江製衣是那個肥佬 陳永祺 即是以前亞視那個 另一檔 搞錯了 之後他就進軍地產發達 當然我們這節也要說一下 關於李先生 因為李先生退休了 全面由他兒子拿樁 大家都心照 為甚麼他的樓 零射多問題呢 我還以為Tony想說是心之不妙 不是心之不妙 大家心照而已 因為 其實由他兒子拿樁之後的樓 那個普遍的 質素也差一點 因為很多行人 我們兩集之前也有說過 最主要的重點是 由他兒子拿樁之後 向大家 所有香港人說 樓是拿來炒的 不是拿來住的 所以漏水是很濕碎的 一定漏水的 反正你也不住的 創造了一些奇蹟出來的 女子廳 靈營廳 還有鑽石廳 就是李嘉誠發明的 最近才看到的 打斜露台 很厲害 有一個要拿安全帶才能上去的天台 那麼厲害 是嗎 那個是別墅 那個可能他也不願意上去的 那不關他的事 因為他的行內人 建築公司 那些判頭 即是大判 說的 因為他兒子 非常之刻薄的 那些掃口是很聰明的 計算得很絕 那麼 你又要判上判 層層剝削 剝削到工人那裏當然是不好的 當然是刻薄的 那工人 就向你的留意報復 做任何事 敏的那些窗台 敏的那些 那些縫位 全部都幫你留一手 是爆漏水的 你放心 不漏水不是長江流 所以 很多人 很抗拒買長江的樓 那我的朋友其實講得明白 不買長江的樓 很多朋友講得明白 什麼樓 華貿他們都開始接受 居然是這樣 因為華貿現在找了那個 金門建築 現在他們銷售金門 反過來因為華貿知道他是躲臭的 全城會銷售金門建築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名字 沒辦法 知道他是躲臭的 李嘉誠說句話 也是對的 因為香港女生 不是那麼現實 當然有些很現實 沒有樓就不嫁 看到錢很大 也有很多 很老實的人 為了 可以跟男朋友一起捱窮 所以不能夠一竹高打一船人 別人不買長江樓 不代表 不代表其他的 但是最近的樓市 刺激得很嚴重 刺激到 報紙刊了出來 過了一年之後 有40個大型屋苑的造家 創了新高 成交的赤價 全香港 升幅是全面升的 不是個別一兩個盤 是全面這樣升的 這些就類似 以前立法會的滾動民調 滾動了30天 出道理結果都會十分準確 可能一個半個是錯的 大部分都會對的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是 過年之後的效應 所以會令他創新高 積存了一種 購買力 在之前 這個也不奇怪的 但是我想 說現在 電視台有個Terms叫小陽春 什麼叫小陽春 現在是大聲市 什麼叫小陽春 升得這麼誇張的樓 樓市大牛市 這樓是連續 十幾年了 由2004年建底 2003年尾 從2004年開始 牛市從2004年到現在 是14年牛市 是一個大牛市 不是什麼小陽春 不要再說小陽春 怎麼叫小陽春呢 市升得這麼離譜 現在的新樓 600多萬 只能買到一房300多尺 你說什麼叫小陽春 這些不是陽春 是真的嗎 我最近看 Tony的Facebook post 說起香港人的 在銀行的儲備 儲蓄 去到多少呢 我看到 多了一萬億 買了這麼多樓 就多了一萬億 什麼 什麼計法呢 現在是21萬億 如果計算存款 是13萬億 港幣 本來是12萬億 有些是外幣的定期 但是沒有計算 一種叫外幣儲蓄 還是外匯基金儲蓄 所以如果計算 就不得了了 因為那時候是有12萬億 現在是港元儲蓄 現在是多一萬億 買完的錢更多了 那到底是哪裡來的呢 真的不知道 很多人會說 你香港人有錢關我什麼事 我窮人 問題是這個社會 你要去了解他 你才會知道 你跟著 怎樣做 很多人 坦白說 我們聽眾有PM我 早幾年聽了某一位KOL 資爆了 中國會爆 斷崖式下跌經濟 香港經濟 香港經濟是會崩潰 斷崖式 跟著就說 共產黨2020年倒台 這是他十幾年前說的 2020年倒台 現在是2018的 他一堆的預測 坦白說是一直都是錯的 加上他早一兩年 還在不斷 嘲笑李嘉誠在外國買資產 是說他們 將 和記黃報 借貸 增加了很多倍 買了在外國 在英國 歐洲 買了超過一萬億的資產 到時 和記黃報就會不行 李嘉誠就會破產 說得這麼誇張 對於以一個父親的角度 假設他們兩個兒子都是不財 而我買了一些最保守 在外國 也是 風險比較低的電能 或是一些公用 風力發電 全部都是執行的 如果我買這些 我給我的後人 其實 我也是一個投資 你只有我 還有呢 他的尺寸 因為已經到了航空母艦級數 航空母艦轉身 你一個山板可能五分鐘轉完 或者不用了 或者十二秒轉了 人家轉身可能要兩天時間 或者 李嘉誠 拿這種角度來看 只要都是 我只是 航空母自己半身 一個人有 sagte 我就是貸費 我不替我的家具 那一百世都懂得 也원� stops 你雷軒移 因為我在節目 已經反駁過 KOL的 指責 baggage 較大 航空母的 bigger 你要拿達一千億 就把歌仔唱EL 現在 gaze 然後拿一千億來駁你一百億 但我是將那一千億共軍十倍的 又不能說完全沒有的 李嘉誠 因為其實我們再看一看 其實他有一點點 我們覺得一點點 但我們覺得很厲害 即是類似創投基金那些 他也有投入一些高科技 就算可能是Facebook 或者一些網上網上網上看影片的公司 他也有投資下去 而且這些公司當年投資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也會笑他 神經病 投資什麼 在網上播放影片 你傻的 但是現在是變成市場 可能已經升了超過100倍以上的企業 當然他那個會這麽大 size 他可能是拿5% 拿出來投資一些高風險的 可能會輸掉 但他現在中一個 可能已經100倍200倍的回報 另外就是拿很大塊錢去買資產 我們之前在節目中說過 現在的有錢人就流行 將一筆錢放進去 槓桿買債券 有些網友會問我們想 保守一點 不是說我們每個人都會覺得買股票會高風險 那有沒有一些保守一點的投資呢 例如買債券 例如現在美國各庫券 三十年有三多 三多多 人家買債券不是說你100萬就買100萬的債券 是100萬將它槓桿四倍 其實都好像四五倍 那你100萬就等於買了四五百萬的債券 因為說是美金 每年你的賠率就多了四五倍 例如3.5厘的計算 如果500萬就有185千元的息 即是美金 本錢是100萬而已 當然你借回來你的成本的借了幾厘 扣回之後 你就順利等於多了這幾厘 那你這100萬 本身有三厘半收回 另外400萬是借回來的 扣除你的成本之後 你的回報已經等於去到八厘 即是槓桿之後 你的總回報已經是八厘 是不是 現在 現在有錢也是輕玩這個玩意 這個是最保守的 即是如果去買美國的國庫券 以李嘉誠這種人 他們買一些更加高端的東西 但是他們的回報也穩妥 穩妥得來又會提供 非常之不錯的回報 正如他當時在金融海嘯 買的那些 電廠 西班牙電廠 英國電廠 水利那些 全部超過10厘回報 他們的借貸成本是低得不得了的 差不多 可能是接近一厘 或者一厘多一點 是不是 那麼變成了 用那麼低的成本 去買 利息成本那麼低 而一年就超過10%回報 他就只賺10厘 只要買10萬億 一年就賺1000億 這個是 執行的 那麼你想一下 哪用來做 所以就用很少的錢 去駁一些創投基金 去駁一些初創企業 我一年在那裏收費也收了1000億 撕20億出來 就玩一下那些東西 20億博到就博不到 我都沒有所謂 對我的帳範圖 完全沒有影響 這些還會間接 令他拿到 宣傳的效果 因為李嘉誠 投資在這些 科技 或者一些 很閃為人知的東西 那個宣傳效果是幾大 他那時候說 投資過的人造彈 還在搞 還在搞 現在在香港 好像 大概年底 都會 真的正式有得買 香港有一成 有一成 沒得買 所以 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 接收資訊的渠道 都要嚴恕 因為 如果你每天都會聽到 中國會支爆 共產黨2000 2020年倒台 香港和中國有斷崖式的下跌 經濟會斷崖式的下跌 你的投資取向 或者你的部署 甚至乎你的人際 你就會 遠離這個地方 正常 其實你會錯失很多賺錢的機會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灌輸一些比較真實的東西 起碼是真實的實情 其實這幾年來 都多了很多這樣的人 我身邊認識 聽了很多這些說法 就變成了各種東西 在香港都很保守 一些投資 或者一些投資都不會做 對啊 因為你覺得會斷崖式下跌 資爆嘛 是不是 當五千元尺的時候 你已經說樓市爆了煲的時候 你 現在升到兩萬多元尺 你怎麼面對這個世界呢 我們節目是要把實情 告訴大家 起碼你不要相信我們 你們要判斷 不要聽了別人說 李嘉誠會破產 你會想 你是不是會令到你的思考 逆轉呢 跟這個世界的思考逆轉呢 那你做的決定 每一個投資決定 每一個做人的決定都錯了 因為你選擇交朋友 不要了 你這個資爆 我可能 可能有麻煩 我連大陸的朋友也不結交 或者 我連來自國內的人 或者我連廣國語的朋友也不接觸 廣東話口音不夠 自證康源也不跟他溝通 那就很大問題了 黃毓民老婆也是啊 陳文說話好像也不太好 也差一點點口音 很多人都有口音 李嘉誠 李嘉誠 李嘉誠的口音更厲害 他就更厲害了 潮汁口音 那你怎樣 不跟他做生意 這些資難人 怎麼搞 不是的 我經常聽說 他們把世界上很多東西 都告訴你 你們的看法未必對 但是受了很多攻擊 問題 你究竟是不是那個攻擊成立呢 政治取態問題 多了很多政治上攻擊 你說他什麼都好 老實說 如果你這麼排擠 你心信之霸的話 其實你真的應該離開香港 將這個機會留給其他人 許留山做的 我們這個節目沒有被人罵的 但在方向罵得很禁 罵得很禁 其實你罵得那麼厲害的話 可能你連打開的水口也不能喝 因為你的節目 其實我也有聽 其實我覺得你們都很溫和 說一些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 只不過你們批評某些政治人物 某些人很不高興 其實他們是把那些比較現實的東西說出來 但是原來 說真話說現實的東西 就被人抹黑了 接下來我們想說一下 其實支付寶 和微信支付 其實是世界上一個潮流 我們接下來會說這個題目 可能都會被人不斷勤罵 他們會被人知道的 身份 資料 怎麼投共 再罵下去就會變成 什麼盲向狗 這個討論 這個討論 因為我們 以往我們接觸過的 老實說 開明名也不怕 我們剛才說了那麼久的人 都是說蕭若元先生 因為我幾年前 都是聽他的節目 就是 他告訴我 2020年 共產黨的倒台 2016年 開始 香港的經濟是會斷崖式下跌 所以 那個崖是由22000點 上升到31500 斷崖式是反地心吸力 那個崖式 斷崖式向上 原來是那個崖向上的 然後 李嘉誠會不會 長和負債會拖垮整個集團 會玩完 李嘉誠 聽到你會覺得很好笑 當時我們的節目都會不斷反駁他 如果每天都會接收那種資訊 我經常跟網友說 接收資訊不是不對 你要自己判斷 你接收到的資訊 是不是適合現在用呢 不過如果以現在 我當大家聽眾是在賣股票 玩股票的人 你都會發覺 你都不會很留意 長和系 究竟他的業績是怎樣的 你留意 在留意騰訊 騰訊 平安 港交嫂 那些是炒的 你留意中資的方面 你不要說我是不是親共 其實你留意那方面 你才知道 如果買股票也要講立場 很嚴重 中資股全部不能買 恆生指數成分股裏面 超過一半是中資 買股票也是投共的 你在共產黨手上賺錢 你就投共 買騰訊 騰訊直接是共狗 買騰訊也是共狗 如果只要這樣說 買中銀香港也是共狗 買平安保險 不用說了 那怎麼說 沒得說的 蔡海航也不行 蔡海航要打把 但是很難說的 現在這個世界全部都是這樣的 我們希望大家網友有多些獨立的思考 不要說有些人說什麼 你們都相信 經過思考 我們也是 我們是增加大家的思考 啟發大家想多些 或者會不會因為政治的問題 而影響了大家賺錢的機會 也是這樣說 因為我都說今年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市場 你看到 習近平 登記了 特朗普就賀一賀他 首先 開放美台的人員可以交流互訪 然後又說要對中國展開關稅 好像在賀習近平那樣 但是 其實他也是 典型那些熱狗正在做的事 他也是要哭回支持者 告訴你 我可以搞搞中共的 你們接下來中期選機要投我們共和黨一票 我們繼續搞搞中共 然後台帝就跟習近平握手 他又建好倉 把市場炒高 賺錢在 很多時候 在做的事跟他口說的事未必一致 大家要認清楚這個形勢 大家要坐定定 不要讓他的新聞拋棄了 記得聽星期二得道 聽我們的節目 不一定默書考試100分 但起碼會刺激你的腦去想多一點 不會拿0分 起碼刺激你的腦去想多一點 別人告訴你斷崖式下跌你就會相信他 今天時間過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